一张一张的照片一段一段的影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台中市长胡志强嫁女儿他自己的不舍 但是呢女儿脸上写满了幸福 只是呢这两天以来呢他的夫婿一直在被爆料 先说是什么负债两千多万啊 现在又说他曾经离婚还弃养小孩 那么胡婷婷的夫婿坦诚结过婚 但是否认弃养 胡志强则是说祝福新人 穿着低胸白纱 胡志强女儿胡婷婷出嫁了 做父亲脸上尽是不舍 女儿闪婚心情更是复杂 上节目大谈嫁女儿心境 结婚这天胡志强仅仅牵着女儿的手 胡婷婷和相视143天的双胞胎歌唱团体 Soul哥哥夏利奥结婚 音乐才子与市长女儿这段恋情又遭周刊爆料 原来夏利奥早在2005年曾经结过婚 后来离婚还传出气养女儿 不过遭否认 还由于唱片公司的合约纠纷 夏利奥所属的双胞胎乐团 遭求偿2000多万元而申告破产 对比胡婷婷绅士 胡志强这么说 曾经说过全天下没有男人好到可以娶他女儿 胡志强和夏利奥一直到结婚前一个星期才正式见到面 这个欧雅混血曾经在跨年晚会对女儿申请对畅的男人 例外吗 尽管夏利奥否认气养说 但胡志强嫁女儿如此低调办婚礼 这会儿不是丈母娘看女婿 而是外界对这个新郎观充满好奇 难免用放大镜在看 正是韩志新李自协台中报